桃園市這場任性城市論壇 宛如小型的聯合國 包括泰國 日本 歐洲 甚至美國在台協會 共有10國的政府代表 幾國既有人 都參與並發表演說 各國在防疫的任性 必須要提高 另外針對氣候變遷 那麼我們在防災的任性要提高 另外還有貧富的差距 那還有聯合國的永續發展 各國除了分享自身經驗 有不少代表也紛紛提到 跟台灣城市的深化合作 而身為東道主的桃園市 同樣拿出這幾年 再成為任性城市的努力成果 我們都認為更透明 更民主 更參與 以及有公司部門協力合作的方式 還有分享跨國合作的經驗 這方面都非常重要 光澤海岸的保護 桃園市過去七年 就投入超過八億元經費 並動員上些名志工參與 如今更希望透過這場論壇 分享成果 讓國際看見 TVBS新聞林志偉 桃園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